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介紹情報指出以這個朱姓為首的這個暴力頭戴集團 他們涉及的多起的台北市這些知名餐廳負責人 或是藝人的這個口號案件 然後再結合新北市台北市行大 以及基隆市還有南投縣行大等單位共同來偵辦 那經過調查之後發現這個暴力頭戴集團 是以這個通化街幫朱姓賢漢為首 並結合的竹聯邦平堂的一個堂主 他們這些共同有七位成員 那我們經過偵查之後在昨天收完全部查紀道案 並且也起出了一千多萬現金 以及相關的這些犯罪的張證物 經過利滾力之後 在他們無法來廠還的時候 在施以這些暴力手段 包括長壓被害人 包括抵押不動產 或者說搬走他這些明畫 或者藝術品來抵戰 那全案在調查之後 將依違反的犯罪組織條例 妨礙自由恐嚇黨罪前提送法案